高雄有民眾19號下午直擊到驚險的一幕 在新興區的一處新建工地 有工作人員 沒有戴安全帽 也沒有背負安全帶 秀在塔式起重機上進行作業 由於高度大約有30層樓高 倘若摔下來後果不堪設想 現在老檢單位也要入場檢查 最高可採取30萬法管 塔式起重機上 看似沒異狀 但畫面拉近一看 操作人員的防護裝備怎麼有點奇怪 之前操作人員頭上戴的是鴨蛇帽 而不是安全帽 且身上也沒有背負式安全帶 所有操作人員緩緩爬下 設置護龍的固定梯 小心翼翼在設備機具間移動 只不過在大約30層樓高的工作環境移動 工作人員沒有防護裝備 依舊讓人看了知乎危險 安全措施一定要做 沒有做真的是很危險 這麼高掉下來都沒有防護措施 很嚴重 感覺讓人家觀感不好 事發在19號下午3點多高雄新興區七賢一路 某新建中的建案 當時有民眾直擊塔式起重機上的操作人員 不僅沒帶安全帽安全帶 任何防護措施甚至都沒有 就在大約30層樓高的地點進行高空作業 現在勞檢單位也介入了解 高處作業有唯一規定使用安全防護具情勢 勞工局已派員入場檢查 據了解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 操作人員沒帶安全帽跟安全帶 可採處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還 只是罰錢事小 倘若一個不小心 人員不慎從高處墜落 後果實在難以想像 借個高雄這麼大